台东在地画家曾心平从事艺术创作和教学工作长达数十年之久 最近几年他热衷在石头纸作画 利用石头纸的特性 完美呈现出花东风景当中的岩石、树林、雨水坡等纹理 让作品充满了生命张力 而他也和三位学生共同创作 有70多幅的作品目前是在美学馆展出 邀请乡亲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台东的在地画家 也是美术教育学会的创会理事长曾心平 在他从事绘画与教学以来 多半都是以台湾东部的山水风景为主题进行创作 近年来更首创使用石头纸来作画 利用他的特性 充分地表现出花东沿岸的地形样貌 以及树林、水坡等丰富的纹理 让美幅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 石头纸是我们目前台湾自己制造 已经行销世界五十几个国家 那么这个石头纸的老板就跟我说 他说我是石头纸画水彩的第一个 因为其他国外的艺术家 他不懂得石头纸的性质 不懂 然后我就配合我自己的方法 然后这展出来的也几乎都是用石头纸画的 那么这种风格就是会跟所有的从古到现在的水彩的变化完全不一样 变成说这个石头纸是近代的作品 然后用不同的创作方式表达出来 因为这种石头纸它不吸水 而且不一定沾颜料 但是我克服困难 把颜料放上去 把画法放上去 所以说这种方法就是 能够在国外展出的话 一定会风度全世界 今年我才练习 曾老师在一次因缘忌讳中 将破针的石头纸尝试作画 没想到效果特别好 它不易染不吸水 也不容易破损 画错了也不怕 擦拭后就可以重来一遍 与学生共同作画时 也会利用塑胶带喷雾气等工具 共同创造绘画技巧 来突破旧有的限制 产生出别具风格的作品 而近期曾老师与刘玉汉 于碧玉及张碩柜这三位学生 以色彩的乐趣为主题 在美学馆展出70多幅的画作 其中大多数都是以石头纸 作为载体来呈现 邀请乡亲朋友们5月29号前 来到美学馆 感受石头纸作画所带来的乐趣 记载前轮 桃东市报道